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议员们紧急撤离 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后 对国会内的东西进行了打杂破坏 上演了一幕幕的开心的美国人 对于这道美丽的风景线 旁观者大多都是保持吃瓜的 甚至有那么一点窃喜和嘲讽 毕竟一年多前 他们对暴力示威可是有着另一番的解读 当我们保持克制 谴责暴力示威者时 美国的政要大佬以及媒体纷纷表示 支持暴徒 比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称暴徒文的举动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 抗议是适当的 美国的媒体分文把暴徒美化 说美国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 如今这道美丽的风景线 频频发生在美国 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 他们又是什么态度呢 佩洛西称 今天我们的民主遭到了可耻的攻击 示威者兴冲冲地亵渎了美国民主 这一民主殿堂 而蓬佩奥则批评了 冲击国会大厦的暴力示威者 他在社交网站发文称 支持所有人为自己的信念及理由和平示威 但暴力令他人陷入危险 包括负责提供安全的人 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容忍 呼吁尽快将暴乱分子绳制一发 而美国媒体则是统一口径 对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的词 是暴力事件 暴徒 极端分子 恶棍 耻辱 甚至连特朗普也这样称呼 支持他的暴力示威者的 他抛弃了他们 早在几天前 临近最终确认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日子 特朗普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急了 特朗普电话施压 阻止亚洲官员 让他找到足够支持自己的选票 特朗普让彭斯采取行动 推翻选举结果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特朗普一再邀请之下 也来到了华盛顿 进行游行示威 其实是 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还一直不断地鼓励他的支持者 在特朗普的不断鼓励下 疯狂的特朗普支持者 真的闯进了国会 中断了确认大选结果的会议 然而也仅仅只是中断的会议而已 并没有如特朗普所愿推翻结果 因为特朗普首先抛弃了他们 特朗普的支持者 暴力冲进国会大厦后 被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 携手批评谴责 特朗普的老搭档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推 称国会会发生的一切 不会被容忍 所有的涉案者 将会被最大程度的追究法律责任 彭斯还说 那些今天在我们国会大厦 大肆破坏的人 你们没有赢 暴力永远不会胜利 自由取胜 这仍然是人民的房子 当我们再次在本会一天开会时 世界将再次见证 我们民主的任性和力量 国家党小布什 谴责国会大厦事件 表示其令人作呕 又让人心碎 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谴责称 今天发生的事件 是由现任总统煽动的 是美国巨大的耻辱和盲修时刻 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谴责称 我们的国会大厦 我们的宪法和我们的国家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攻击 民主党当选总统拜登发表讲话 称民主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攻击 特朗普必须站出来结束 于是特朗普在推特发表 对示威者的视频讲话 呼吁示威者 现在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要和平 不仅如此 随后特朗普就暴乱发表全国讲话 在讲话中 特朗普是这样说的 最近几天 我们的国家被专业无政府主义者 暴力暴徒 纵火犯 抢劫犯 罪犯 暴徒 Antifa和其他一些人控制者 要知道最近几天 几乎都是他的支持者在游行示威 在与警方其他团体发生冲突 特朗普派出了警力 去维护秩序 清理暴乱现场 对组织者进行逮捕等 要知道从一些视频可以看到 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进国会的时候 警方是有故意放水的 所以在特朗普支持者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不会警方不顾前途为特朗普在前方冲杀 试图为特朗普退翻大选结果的时候 特朗普怂了 不仅怂了 妥协了 还对自己的支持者插刀子 这是陈等正于战死 陛下奈何心想 于是特朗普彻底输了 拜登获得了胜利 不少示威者还在国会外面游荡 而中断的选举人团投票的计票会议 在几个小时后重新开始 在1月7日凌晨3点40分 曾中心于特朗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正式确认了拜登的胜利 彭斯宣布 拜登获得了306张选举人票 特朗普获得了232张 拜登当选为第46任美国总统 将于1月20日宣誓就职 7日凌晨 特朗普发表声明称 尽管不同意总统选举的结果 但承诺定于1月20日的政权交接将有序进行 然而特朗普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对方的笑脸相迎 换来的是痛打落水狗 民主党媒体华盛顿邮报 呼吁在拜登就职典礼前 就将特朗普赶走 所以虽然特朗普承诺了将有序进行政权交接 但是接下来的14天 华盛顿也依旧不会安静 世界就是这样 有些时机没抓住 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一步退步步退